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五 已經是中秋節前夕了 先祝大家中秋節開心 其實應該都開心的 因為中港兩地的市都似乎佔路強態 尤其是A股,升下多點升下多點 經過這兩個上升,上升指數已經升近一度下降通道的頂部 如果正式是突破的話,其實這一層的上升有些衝勁 因為市場普遍預期中央政府會有些政策對來地的股市作一個刺激 有利於恢復投資者對入市的信心 如果是這樣的話,對港股來說是正面的 不過港股雖然是強勢,不過我對今個月,9月份 在7日至14日這個上升當中 遺留了三個上升年後 這三個上升年後 其實來說,或多或少都會成為後市的一個隱憂 最低的兩個我不講,但講了很多次 第三個是介乎20146到20475點 一路懸空在,不肯保,或多或少都會顯示到資金入市態度是比較強硬 不過這樣,今日不保,明天不保,代表未來是不會保 或者等到適當的時機才作回保 好了,但這些離口,盡早保,在技術上來說 消除後患就更加好 先看指數 早點是低開4點是20757 其實日中的低位曾經見到20725點 但咬著高台不放的形態,很明顯 尤其是在A股迴勇之下 港股升下多些,升下多些 日中的高位曾經去到20890點 逼近今個月19日的高位,是差5點而已 收市的時間是20840點 比對昨天來說是升了78點 雖然不是多,不過形態就相當靚了 成交金額就一般506億 9月份一個季節,能夠在這裏高收顯示到 機構性投資者的確有些粉色的效應放在這裏 10月回來的市要怎樣看呢 我自己覺得除了看歐洲和美國那邊的情況之外 最關鍵都是A股了 如果十八大公佈了日期 之後有些政策出到來 是配合到民情所需 10月份的市 進一步向上推的機會是相當高的 不用多了 當恆生指數能夠正式完全補回 5月7日跪樓下來的下降裂口的話 那形態將有來 恆生指進一步上市 5月2日的高位 21,385點 當然之 在那一刻來說 最終會挑戰今年的高位 即是2月20日的21,760 如果指數能夠正式攻破這個技術上的高位 今年的市場 將會扭轉成為先低而後高 在很多講座我會提出一個論點 今年全年的波幅 暫時來說是由21,760跌到18,56 是3,704點 當然不知是下跌的 但現在流動性資金那麼強 歐債危機漸漸漸漸漸 如果中央政府面對這樣的環境 如果你握得太緊的話 實體的始終都是自己 可能也是適量地稍微重寬 這樣的話 流動性資金將會主導資產格價 在資金入市的態度漸漸轉用之下 市是有權扭轉這個先低後高形態 從而出現一個進一步向上滾高位的格局 18,056是今年的低位 是6月4日的低位 如果今年全年有5,000點 或者多一點的上升波幅 大家只要用計數機 加加上已經知道 還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談談 去年8月1日 當日的指數是22,808點 之後在歐債危機衝擊下 8月份的市跌了3,940點 9月份再進一步跌了3,976 10月頭兩日都跌1,009點 即是歐債危機衝擊下 市是出現一個急跌 但問題是 歐元現在沒有解體 歐元已經上回1,30流上 或者咬著1,30這兩日 至於歐洲股市亦都回穩 美股更加不用說 從金融海嘯之外的新高 種種的走勢 都對港股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或者簡單來說 既然歐債什麼問題都沒有 暫時來說已經淡化了 如果恒指上回到8月份的高台 又有什麼出奇呢 否則 而今天 由於歐債的事件慢慢淡化 龐大靠邊站的資金 將會慢慢慢慢滲出來 2012年剩下的時間不是很多 只有12個星期 如果基金或個別基金 所謂上拿著的現金比例仍然偏高 它似乎不能選擇 它一定要入市 否則到第四季真的跑得比較高的時間 基金的表現就會落後於大市 所以解釋得到近期來說 市有少少反覆 但始終都是咬著高台 不肯下就是不肯下 怎樣也好 西頭是稍為偏穩的了 亦都可以稍為進取少少 不過美中不足的地方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9月份的上升年後 似乎來說 有多多少少少成為一個大市的隱憂 不過只要成交金額是足夠的話 暫時來說可以不理 第二點 成交金額暫時來說都是比較薄弱 五百多億不夠的 如果你說A股能夠配合一下 港股的成交金額能夠去到七百多億的話 情況當然不同 對吧 好了 講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立即要去首會 中秋節回來 再和你聊天